游软车正狂闪 游车车窗挤烂 不停摩擦停车收飞站屋檐 但驾驶不刹车 竟油门吹到底跟他拼了 车身摇摇晃晃猛力刮下去 走动了收飞停 更是整栋狂抖动 就快被脸跟拔起 新美热门景点 九份老街外的停车场 本来就规定不能停大车 固执司机不停管理员制止 惊天一撞 让游客全傻眼 而同样夸张乱开车的还有他 台北文山辛亥路四端上 白色轿车飙速过弯 跨越双黄线逆向 下一秒 车头一面大力猛撞 两车引擎盖瞬间开花 保斯捷女驾驶一度昏迷 而她竟是知名殡葬集团女总座 现在事故前的影像曝光 白车在隧道内就跨越双黄线 随意变换车道 还猛踩油门狂冲 由于招式驾驶有毒品前科 女总座家属也怀疑是独驾惹祸 另外网路疯传一则飙车影片 地点一丝在台中中科路 年轻人大半夜车距 一名骑士猛穿油门加速 车身瞬间剧烈摇晃 机车时控盆飞 窜出大量火花 整个人还在地面上旋风式翻滚 惨摔数公尺远 网友以狂酸车比人先到终点 摔车还自带喷火特效 超酷 而在台南安定一处河堤边 偷版车上的怪手一个重心不稳 没想到 怪手硬生反复 扬起烟尘 差点掉进河里 旁边工人全看傻眼 好在车上驾驶立刻探出头 没有大碍 意外发生的详细原因 仍待警方后续理清 接下来杨桥纯关于众文报道